李克强是团派, 团派很多人,现在大陆政府包括共产党很多团派, 九千万党团派占很大数量,可能七八十个百分比, 他又不拿得他下来,你无做错事,无犯法,无得罪你, 有无正面跟你冲突,他又想冻结他, 胡锦涛以前是党校校长,他是团派的元老首领, 所以他有保住,团派在中国很大势力, 整个所谓党员,整个政府官员百分之一百大党员, 所以李克强实际如果习近平有三长两短, 他当然推李克强上去,他做定准备, 他现在是下距,非常反共,你看议员才知道, 去年我们香港不是掌握了什么自由人权法的, 通过了香港自由人权法, 今年不是通过了香港自治法的, 基本上全部都是所谓全票通过, 其中有一个争议票, 这个议员这些投票率, 就代表了美国人对香港的看法, 所以你们不要提示, 你们香港的情况, 这个问题是得到美国所谓全国支持, 全票通过即是全国支持, 议员代表选民, 每一个议员都是靠人民选出来,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自己低估, 但不知为何香港好像当美国无盗, 我们唯一的救星说老实话就是美国, 否则就是一日比一日, 你看看今日三权不是独立,不是分立, 天日又搞其他东西, 下日稍后数码币又来, 数码健康来之后数码币来, 一朝一朝出调, 不会停的共产党, 即是在广东话都无用了, 现在骂都无用了, 通过国安法, 指鹿为马就是我们应该有心理有准备, 指鹿为马的事在大陆每日每刻都在发生, 现在只不去拿大陆那裡拿去香港, 所以我们香港不要那麽紧张, 一日通过国安法之后, 我们就变成大陆化, 变成给中共, 所以做什麽我们不要惊奇, 我们现在应该集中力量怎样退翻中共的政权, 这只是我们应该不一日在这儿谈谈谈谈, 共产党就是专门做这些事, 其实未看七十一年结果历史, 何时停过,从来没停过, 迫害西藏, 迫害新疆, 迫害所有小数民族, 现在又要迫害蒙古, 迫害我们香港, 何时停过, 所以我们不要拿这些做新闻, 那些新闻这些全部一定会發生的事, 我们应该集中我们的政力, 去想想怎样解决这个问题, 不认为是盗马哭哭哭, 有甚麽用, 投诉有何用, 惊奇有何用, 不应该惊奇, 他今时今日做的事, 一点都不惊奇, 完全是我们意料之内, 现在今时今日, 上星期上海共和局长出事, 今时今日北京又在整北京的公安, 现在习落命令,所有全国包括香港, 所有警察公安都要证顿, 拿以前做错的事全部要抄出来, 还有要把习的人下去, 偏旗顿便是以前的人, 要他上去全部供了尿,实际在守商规, 但香港有时他一样要下来处理, 现在再回去, 这星期开始是搞北京,搞北京的公安, 他一个一个在搞, 而且绝对要忠识习的人进来才行, PK不是习的人,PK属以前是江派, 所以现在本人已经玩完, 现在你们自己省眼看看, 应该有第二个人上来管香港警队, 这个人是习派的, 他向谁报告就向国安处, 香港国安处,香港国安处向谁报告就向习, 这就是新情况, 元朗,元朗这件事是大件事, 是他搞出来的,元朗那些黑社会是他派来打我们的人, 他这件事要执生, 现在根本搞出来又不可以独立调查, 又不可以搞甚麽, 现在他出来执生, 他便作个故事, 不是,不是只是白衣人打, 你们那班泛民都来打, 所以就找个姓林给他加罪, 拉那十六人, 他要制造不是一班单面打的, 是双方面打的, 两边都有份, 只不过是打斗事件, 不是一个找白衣人打我们抗争者, 他要制造这个共产党最靓, 这个是找PK来, 拿PK现在这个PK的故事来套下去, 有个解释对全世界的解释, 如果不是元朗事件永远解释不到, 现在开始还要解释831事件, 又是要作个故事出来解释这件事, 因为这件事香港人不会不记得, 他一定要做个故事出来, 完美了他这个犯罪行为, 所以PK可以拿来会会, 但平时麻烦你发发他继续文化, 继续公共印象, 他做了很多, 他实际是他等于共产党整个公安系统, 港家系统, 他是香港的代理人做了很多很多东西, 所以将来就知道, 共产党的武器有多漂亮, 你看他有没有失业就行了, 如果他在香港他怎么不出现, 这个人要威衰的, 动不动他要出来, 这次他只是很低调, 但他出来就是撿杀这件元朗法事件, 接着这几天就不见了他, 你看看你做新闻你才知道是否在香港, 如果在香港一定出现, 然后你看看,分分钟不知道太子那些东西见不见, 如果见他有出来做故事, 但太子本身地铁有录影带, 那些只是证据,证据到不证据, 那些每一个车卡在每一个地方地铁里面, 你知道全部都是那些电眼, 所以什么都清楚他现在不敢拿出来, 这些东西怎收货呢? 看看他们有什么故事讲, 我只讲大家要明白, 现在香港發生的事是很自然的, 不要大惊小挂, 现在不要浪费太多心机讲这些问题, 现在问题是怎样对付中共, 怎样消极抵抗, 当然我们无都无常要想消极抵抗的办法, 如果他们教科书在这麽改法, 分分钟就不要给那些小孩上学, 就算现在上网很多时可以上网学东西, 有家长教,有家长教,有家长教, 有家长教,有家长教, 有家长教,那些左派学校, 那些学校太左就不要让他们回去, 当然很多现在学校仍是百分之百九十是好,